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特展一峰队全能队员选拔 推动特展训练走深走实 为巅峰比武储备人才选拔精英 在特展一峰队全能队员选拔地 季晓队长赵可厉害局势里 一路领先 他的好搭档张伟 也会默默追赶不敢放松 小队长文泽祥 随两次失礼绝越错运动 在接下来的选拔中 老兵两个好又将面临怎样的抵折 颁奖现场神秘嘉宾给队员们 带来了怎样的惊喜与感动 敬请关注中国武警 走向巅峰下季 时间没有停止 较量还在继续 请对此模拟伤员搬至100米处的终点处 模拟伤员它本身的自重就达到了70公斤的重量 对我们特战队员的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是扶起来一次倒下了 然后扶他第二次 这是梁德豪受伤六年后 第一次重回比武赛场 整个过程当中 它会消耗体力非常大 尤其是我的上职力量是过多的缺乏 比别的队员 上职力量减弱了是上百倍 梁德豪的特战天赋 早在新兵时就战入风马 当时的塔是唯一可以与老队员抗衡的新兵 特别是射击和武功力 塔入伍的第二年 参加总队侦查专业比武获得第一名 中队近几年的荣誉部里 本该有他的名字 但他已经做了六年的旁观者 在2013年 那时候是我入伍的第一年 我作为中队唯一一名新兵 和老兵一起备战 一次很重要的比武 比武头一天适应训练过程中 在高空中坠落了下来 到了医院 医生说 这两个手腕子已经是粉碎性骨折了 我当时听的 瞬间的就是好好打破 我感觉从此以后 我的特战船的道路 就在这里终止 你的意志力是很关键的 那可能是一道很大的坎 那你却需要用你的意志力 去通过中国 在以训练为主的特战行业里 那你首先就是要以你的军事素质说话 这次选拔让别了六年的梁德浩 又点燃了重返赛场的希望 从比赛一开始 他就稳扎稳打 像在曾经的赛场上一样 不放弃任何一次得分的机会 成绩也泯灭前茅 但曾经的伤痛 还是让他双臂的力量不如从前 奔跑到近乎九十度的岩壁前 面对五十米高的绝壁 梁德浩陷入艰难的选择 几次尝试失败后 他不得不放弃 然而与六年前 从高空坠下后的心情不同 此时的他没有绝望 心里依然憧憬着 他无比热爱的特战赛场 不外乘与失败也好 我经历了 我有感觉我吃了 事实上 除了梁德浩 几乎每一名特战队员 身上都带有伤痛 但他们总会把乐观坚强 作为表面的装扮 把牺牲奉献 遗憾藏在心底 在日复一日的拼搏中 他们为个人而战 为荣誉而战 不惜挥洒汗水 不惧超越极限 哪怕流血流泪 甚至伤筋 都愿青春无鬼 欲望值钱 在比武场上 有人无奈放弃 也有人继续拼搏 射手 枪弹结合不上堂 开始技艺 人质特征 完成攀登的队员 急速奔跑100米后 快速记忆人质特征 冲到高处的独立房前 使用手枪 对除人质靶之外的 四个风车靶进行设计 这一贴近实战的 高难度课目 考验的是特战队员 在大体能 高消耗 缺氧状态下 快速记忆 快速识别 快速打击的能力 用时 23秒 这既是技能的检验 又是对心理的挑战 手枪技艺指向射击 对所有队员来说 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在无光状态下 5秒内 对25米外的 8个平行玻璃把 快速射击 这是一般队员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手枪技艺指向射击 突出了武警部队 提出的极对快 相对准 平常训练 要求作战队员 每人八发子弹 是在8秒钟内完成 这次是要求 我们作战队员 在5秒内完成 从子弹上膛 到出枪激发 八发5秒 苛刻命中 在全能选拔的赛场上 赵鹏 张北又一次展现出 射击方面的实力 首先它这个 对射手的要求 还是挺高的 你在运动过程中 它是不是平的 那个动作 有没有改变 它也是对你这个射击 能不能命中 有着很大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 远泽翔的表现 差强人意 他虽然在规定的时间内 打出了八发子弹 却只命中了五发 正常的这个科目 毕业打是打八发弹 是打一个目标 让咱们把它射成了八个目标 虽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 但是整体成绩也很一般 手枪技艺指向射击之后 马上进行的就是武装球渡 这也是大纲规定的一个重难点科目之一 队员们要携带装具 迅速通过深1.5米 长30米的泳池 中途必须采用挖泳姿势 且双脚不能着地 30米的距离虽然不长 但要按照要求快速完成 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换气 因为他运动完以后 直接就下水了 他这个呼吸这方面 只要把这个节奏掌握好 那就还行 对一直与赵鹏同组拼杀的张北来说 在选拔设置的所有科目中 最有挑战性的 就是武装球渡 张北的家在东北黑龙江 是地道的北方人 从小对水就有莫名的恐惧 入午后虽学会了游泳 但跟水有关的科目 总是他的弱项 幸运的是这次武装球渡 他完成的还算顺利 与张北正好相反 武装球渡是袁泽祥最擅长的科目之一 去年他参加武警总部全能特战队员选拔 重点练习的就是这个科目 战士们有的会游泳 但是他基本上从来没有武装球渡过 所以这个科目对他们来说 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这个武装球渡跟这个游泳 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负重了以后 它这个游不动 如果再加上你这个水平不高的话 它确实是在水里 你是只见游不往前进 所以这个时间上就会贺费很长时间 一个保持了19年的标兵中队 如何在魔剑力剑中坚守荣誉 我们组队荣誉积极一等功一次 积极二等功一次 一次全能客战队员选拔 谁能代表中队走向巅峰 走向巅峰 下季正在播出 朋友们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科目 勇士重播 大家还有一致机会 在终点有十二妙武器 谁独得 谁还有机会 备战 总队巅峰比武 朋友们 听着没有 是 保证人员 平板人员 勇士重播 开始 经过了生死从亡 高空破袭 危机四伏 极限挑战四个内容的比拼之后 队员们进入到最后的较量 这是袁泽翔超越赵鹏的最后一次机会 武装球斗之后 平板员在这宣布了一下成绩 我当时是第三名 赵鹏是第一名 勇士重播 这是最后一个 唯一能超越他的一个机会 我一定要把握住 通往山顶的这条路 是特战仪中队每一名官兵 必须经历的一条路 也是一条有生命的魔剑路 在这条路上 有故事 有梦想 有拼搏 也有感动 他见证着每个人的成长 也激励着每个人不断前行 他一次次把胸怀梦想的特战队员 拖到巅峰 又一次次将他们拉回起点 这次显拔潜能作战队员 就是突出了高强度 大难度 快节奏的挑战极限 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特战队员 在艰苦条件下 体能 技能 智能 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这一段距离是特别特别累 但是我知道 这个不能走 这个跑 这个冲山就是一口气 你如果这口气泄了 想缓一口气 走两步 那就越走越想走 所以我这个全程都是一直在跑 这个衣服湿了 这个鞋也滚了 但是特别的痛 然后腿也迈不开 衣服湿了就贴在身上 一开始还行 中途有一段 坡度特别大那段 然后那段顶上去以后 我就感觉这个 腿有点迈不开那种感觉 就有点刀梁快抽筋那种感觉 有点迈不动跑 那就走了一会儿 然后又跑 再往后就得靠毅力来穿着了 从毅力来说 我不是拍赛 我就是一条约 就我的想法 我来报 山顶上的十二面红旗 被一个个拔了 这一次 原则箱又超越了赵鹏 夺得了第五面空气 加油 下面 我宣布 前楼队员显拔 综合成绩平定 前十二名 综合第一名 赵鹏 第二名 严哲祥 第三名 马一鸣 虽然赵鹏在最后一个科目上表现不佳 第五名 但是由于他前面的成绩遥遥领先 总排名还是第一 第八名 张北 十二名 三名 最终平板言宣布成绩的时候 我是第二名 赵鹏是第一名 其实当时候的心情 还是很失落的 但是我不回心 因为这不是最终的比赛 十月份总队颠峰比武 我相信我在那个时候的比武场上 我一定能够多得冠军 下面 邀请 李股队长 为前十二名 颁奖 颁奖 大家欢迎 我在这没有给第一名颁奖 第一名的获得者呢 是赵鹏 到 今天 在我们领口 自己的训练场地 我想 请出一位特殊的嘉宾 为赵鹏来颁奖 好 父亲给自己亲手颁奖 父亲给自己亲手颁奖 这是每一个热血男儿的向往 也是每一名军人的无上荣华 下面 我提议 我们向老人 是以最崇高的 敬礼 敬礼 孩子们 看到你们心灵的每一分一秒 我作为孩子的父母 既感到心疼 又感到肚神 在这里我向你们大家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孩子们 在坚固的路上 野战也有 永不一切 谢谢 直到听到父亲 站到杜烈前开口讲话 赵鹏才仿佛从梦里惊醒 一向理性坚强的他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他跟我搬完讲以后 要不是他上台说话 我也听到他开口就说话 而且还是给我们所有人 说的鼓励的那种话 当时 眼里话出来了 虽然说我爸在上面 没说几句话 但是他也是 一种鼓励 包括他这次来 这个惊喜吧 他也会作为以后 我在这个特战这个路上的 一个纪念碑那种 他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一直推着我 一步步走向顶部 此时的赵鹏并不知道 从比武一开始 父亲就在身边 默默关注着他的表现 只是因为怕影响他的成绩 一直没有告诉他 我觉得特战对 这个太累了 太辛苦了 但我作为他的父亲 我感到骄傲 赵鹏这孩子 他的家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 入屋前呢 他母亲患重病去世了 他父亲呢 一个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靠打工来供养这四个孩子 他父亲一直有一个心愿 想来县地呢 看一看他孩子 是如何在这种极限训练中 成长起来的 这次我们把他父亲请过来 主要一个目的呢 也是为了完成他父亲的一个心愿 我感到我们的队员 对这次举动是产生的共鸣 同时呢 也激励了他们的训练的斗志 更熬扬了他们的精神 短短五公里的魔剑之路 从来没有终点 在成功与失败的反复锻造下 他们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走向一个又一个的巅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